我個人看 其實台灣應該 不會面臨到所謂選邊戰的窘境 我覺得其實台灣會有蠻有機會 其實是可以跟全球很多的一些國家 做結盟跟合作 我舉個例子 剛才我提到兩種系統 我以Apple、蘋果跟微軟為例 另外一個就是以手機來說 也是兩種系統 一個就是Apple 還有就是安卓系統 那台灣有一家公司 是蘋果陣營跟飛瓶陣營 它都是龍頭的 就是做那個手機的鏡頭 大力光 那為什麼大力光可以兩邊通吃 就是它其實很重要 就是所謂的技術研發的自主 還有就是非常長遠 而且深厚的專利布局 你就可以不要講左右逢源 兩個大的系統 OK 陣營都要找它 那我覺得其實在未來 全球來講 那個包括了5G的長遠發展 AI的長遠發展 其實裡面整個大的一個方向 裡面會有很多新的一些科技 新的一些市場 新的載具 新的應用 新的一些垂直的一些市場會產生 這裡面就會產生非常多元的一些機會 這些多元的機會 我覺得其實台灣非常的彈性 非常能夠掌握到市場的脈動 我覺得這對台灣來講 是一個非常非常難得的一個機會 很難的一個機會 我們可以好好掌握 那個關鍵的零組件 或者關鍵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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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件等等 其實很有可能就像大力光一樣 未來5G跟AI長期的發展 甚至到了2030之後的6G 其實台灣會有很多 像過去大力光所掌握到的一些機會 這個部分其實我在跟國內很多產業 都有談到這一點 那我再講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很關鍵就是說 當然在國內 產官協約一直談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不管怎麼說 你說好 5G AI也好 我們的資源怎麼樣都不會比中國 或者美國那麼多 在整個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 台灣要怎麼樣去掌握商機 我想提出來一個就是所謂的 我們可以掌握所謂的 不管是5G或AI 關鍵的1% OK 你說那個鏡頭 鏡頭非常高附加價值 OK 但是它在整個手機裡面 可能它的那個單價比例 相對整個手機 你說其他半導體 你說應用處理器 好機瓶晶片 可能它相對來講 可能它的百分比沒有那麼那麼的高 但是它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關鍵 我覺得其實在未來 5G跟AI會產生很多新的 多元的全新的一些供應鏈 這供應鏈可能會散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可能有些部分在日本 有些在東南亞 有些在美國 有些在英國 有些在什麼地方 但是裡面一定會有一些系統 裡面會有很重要的一些關鍵元件 這些部分其實台灣在過去 因為半導體產業 我們慢慢建立的一些能量 資訊產業 通訊產業 其實現在很多國內的業界 一直在尋找那個所謂的關鍵的1% 這個部分其實慢慢已經在探討出來 我舉個例子來講 譬如說甚至包括我們常在談的一些 美中一直在打的就是量子電腦 量子電腦很大的一個系統 這不是台灣應該做的 但量子電腦裡面其實很多的廠商 你在探索有沒有那個關鍵的1% 是台灣可以扮演角色的 OK 這個部分其實是 可以講說就是下時代的半導體 或者新新材料所帶動的一些新的元件 這個部分其實是台灣很重要很重要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其實台灣 因為資源有限 一個大概就是講說關鍵的1% 另外就是我們其實在很多 大的供應鏈的發展過程當中 可以找非常非常利基 利許的一些市場 其實台灣很多 譬如說現在上市上規的IC設計公司 其實都非常利許 但是很關鍵很重要 不管是伺服器裡面的IC也好 或者是那個交換機裡面的 一些重要IC也好 我們都掌握到關鍵1% 我覺得未來有更多的關鍵1% 可以讓台灣很多的異形冠軍 掌握到更多的一些商機 其實未來不管美中如何的脫鉤 台灣其實真的是商機無限 商機無限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我們台灣資源有限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能夠抽絲拨竭 掌握那個關鍵的1% 也就是說基本上美國也沒辦法做 中國也沒辦法做 而且是只有在台灣有 這關鍵1%需要花很多的一些力氣 第一個當然怎麼樣能夠掌握到 關鍵1% 我剛剛就舉了例子 所以第一個就是要技術領限 當然我們資源有限 所以做了1%的技術領限 那技術領限以外 還有就是專利佈局要領先 這個部分還有另外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基礎就是人才 那人才來講 包括我剛剛講的 像譬如說未來新材料的 探索的一些相關的人才 這個人才以外 我們除了國內要去培育以外 還有很重要就是 我們必須要吸納全球的精英 來台灣 一起跟台灣一起打地 而這個部分其實是蠻關鍵的 那當然除了我們台灣自己努力以外 美中在整個競爭過程當中 或者說五眼聯盟跟中國的過程當中 另外一個我們必須要觀察就是 韓國怎麼去應用這個事情 日本怎麼去應用這個事情 對台灣來說 除了我們自己要加把劑 自己靠自己慢慢慢慢掌握到技術以外 其實我們對外 我覺得可以去加強 譬如說跟日本 甚至跟歐洲的一些合作 讓當然讓我們的技術 能夠再深耕 這個部分我覺得就更有機會 能夠讓台灣的相關的產業 掌握未來的關鍵1% Hello 各位觀眾 感謝您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請記得按讚 並且訂閱我們新聞大貨節的頻道 並且要記得要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按下去之後 會定期的接收到我們最新節目的通知 那麼如果您對我們的節目 有任何的感想或心得的話 也歡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區 留言來和我們交換意見 新聞大貨節的節目是定期更新 每周晚上9點半會定期更新 我們下次再見 atherurday 訂閱 慢可 不行 就